要讓這個信用的審査速度 可以更快 還要入境保 這個健保署來宣布說 要來參加英國做法 在健保中央以外 再來設置信用的專業辦公室 讓這個信用的審査流程 可以速度到一年 感染已經年少四十一年 是個人十多四英第一名 為家屬信用審査國的健保 減輕燃料經濟負擔 為福保健保署 要參加英國的罪法 在健保中央以外 另外設置信用專業辦公室 初期五選一億 希望讓信用心宰的流程 為現在終於兩年的時間 減低到一年 按算每年更等級囉 需要收集這個臨床的資料以公最後決定 是不是正式健保給付的一個評估 那因此這個單位 我們希望在明年的一月一號呢 就可以正式來運作 健保署表示 信用專業辦公室主要是進行醫療科技 蘋果HTA 將對壓上精團 油品和療程中進行 認真好業分析和經濟分析 如果經過蘋果 在健保給付對直接進入 共議會議 另外有症癌申請病行森渣 當時送食譽室申請 有政家申請健保給付 不過有學者建議 等我們來看 這次的提款健保中央行政論 將確保國人的醫療 核佈品質有受到保障 如果我們的健保的總額是不足的 癌症新藥跟這個所謂的新藥的基金 這個預算不足的一個情況之下 還是很難讓我們的病友 早期的拿到這個癌症新藥的一個治療 另外占佈療後不確定 那就是在部創供新月來感染新郵 是幾歲甘休 甘休那就是新郵基金來處理 比如就這兩期飲程試驗 晚上不然又急避性的訴求 第一時間來沒法度決定是不是 甘休憲部給付的有批定 憲部訴求條 也有需要收集相關的資料 目前就下時間也沒決定 記者總合報道